接着我们来做一些题目练习 这里题目都不会很难 都很简单 这是有沙粒的盐巴 要精致用的器材 啪啪啪啪 问你实验步骤 我们前面教过 我们要先怎么样 溶解过滤 溶解过滤以后 然后呢 再下去倒下去 只要滤液 滤液拿去煮一煮 所以甲就是丢下去溶解 那丙就是过滤 然后乙就是蒸发结晶 所以呢 我们答案要先做甲 再做丙 再做乙 所以我们答案就选B 所以你只要知道实验步骤 你就会晓得了事情 OK 简单晓事情 停车战戒问 这也是样做出源的精致 请问你 这个的 操作的动作 你们谁是对的 谁是错的 然后呢 呃 它的做法里面 我们要求什么样 什么样的事情之类的 这是我们前面学过的事情 来 小女生 11 11 你的答案是谁 B 请坐下 那个 乙生的做法是错的 漏斗颈要贴紧烧杯壁 就是要避免滤液溅起 所以 女生会教会溅起 那个 A的答案是旧课本 旧照才说的 旧教才说 贴紧烧杯壁会加速过滤 会加速 不是以前的课本是这样写 以前这样教的 好 那得到的绿域是混合物 所以C是错的 那么过滤这边是利用溶解度的不同将物质分离 负责力的不同是 绿子设成分析法 好来 又是食言跟谁喇喇 然后溶解过滤 然后呢 请问你这次利用什么性质的不同 将物质分离 帅哥难 帅哥难无哦 无29 没有 没有29 22 22 22 今天没来 31 31 是谁啊 我 很简单啊 溶解过滤法 告诉你说易融 易融于水跟不易融于水了 但是用什么性质 诸融解度嘛 这题目就已经在暗示你答案了 很简单嘛 这又是有关于物质分离的小问题 希望能够各位可以了解 OK